新冠病毒发生变异的消息 让欧洲即将到来的圣诞节 门上了一层阴霾 也牵动着全世界关注的目光 12月19日 约翰逊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英国出现的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效率 比原有病毒高出70% 约翰逊哀唐 我们无法继续按原定的计划度过圣诞节 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随后公开警告称 英国疫情已经失控 这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顿时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恐慌 德国法国等国开始以拒绝英国航班 限制英国旅客路径等方式与英国保持距离 三番五次要脱离欧盟特立独行 遗图再度伟大的英国 这次终于求人得人 现在已经成为欧洲名副其实的孤岛了 疫情汹汹而来怎么办 之前曾攻击中国武汉分城抗议 侵犯人权自由的英国人 这次还是继续恬不知耻的 嘴上骂着 身体很诚实地抄袭中国的经验 但事件证明 不交专利费的剽窃之作 学来的知识永远的都是表象 而无法掌握精水 英国伦敦民众在得知政府即将分城之后 马上凌野地掀起了一股逃离潮 不管人群聚集会加速病毒传播 不管有可能把病毒带往新的地区导致更大扩散 反正逃出去呼吸自由过圣诞最重要 这确实也符合汉考克完全不负责任的描述 肆虐失控的新冠变异病毒 被邻国落井下石遭遇嫌弃的窘境 完全不负责任连夜逃离的民众 束手无策 公开称失控的政府官员 这一幕幕都在告诉一个浅显的事实 当下英国属于险地切勿万之 可是就在英国遭遇嫌弃病毒四上 满国英云人心惶惶陷 陷于自身难保之危险的时刻 却有一个港独公开的声称 要负贪导火逆世耳洞 申请英国获取庇护 这个人是谁 他就是港独分子罗冠冲 12月21日网 罗冠冲在社交媒体发帖 称作为一个没有护照身份的人 经历了一连创思想挣扎后 决定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看看英国疫情蔓延现在这糟糕的情景 再读读罗冠冲 这群途末路垂时挣扎的文字 我们就知道这个西律至少可论 到处与反华西方政客 勾肩搭背 摇起制裁中国的国际线的旗帜 正在沦为惨不忍睹的气质 这样的感觉充斥在罗冠冲贴文的全部 从贴文开头 对过正常人生活的怀念 对于佳伦朋友团聚的想念 对于佳伦 我们就已经感到这个流亡感度 现在是多么的度日如年 贴文还解释了申请英国政治庇护的背景因素 称应涉嫌触犯香港国安法被通缉 回赶将会受到法律制裁 但如果要在英国蓄领香港特区护照 就必须进入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办理手续 属于自动送终 更可能遭遇到立即法办 真是草木皆兵缓缓不可终缕 招致金律何必担出 想想去年修理分布之后 尚于窥撤时机的罗冠冲 净事不妙 果断抛弃红火 逃到了美国山兆 结果到今年年初美国疫情严重 于是一边指责香港特区政府 顽顾市民安危 一边无耻地逃回了香港躲避疫情 而这次输得快底库都不剩的罗冠冲 遭遇香港国安法守门神 连回香港躲避疫情的退路都没有了 一面是病毒变异危机是否的英国 一面是护照到期退路全无的焦虑万分 只得摇起政治庇护的罗冠冲 这幅组织与走狗的画面 放在英国新冠病毒病毒袭击的大背景下 真是犹太有爆炸感和冲击力了 疫情打击的大难之下 英国爸爸能够与罗冠冲同舟共击吗 罗冠冲的政治庇护 显然没有得到英国人的优先安排与关照 他在贴文中写道 大家早在新闻报道中 看到英国严谨且高门槛的政治庇护审批 我作为其中一位运有媒体支援的留案者 我和其他申请者都会走过同一样的程序 了解到当中的反复以及问题 西律与英政客分官满满所谓的代表香港 因为自己就是英美组织眼中 要呵护的民主斗士政治新兴 结果搞一个政治庇护都没能够得到绿色通道 更别说要啥政策参加和欢迎类的仪式了 没有欢迎路火仪式 没有政客站台搭手 没有优先安排 其实就是不欢迎 这一点熟悉政治操弄的罗冠冲当然清楚 他不过是人家政治表演的道具和体现木偶而已 而且是怨玩极弃的那种 可是上截船容易下截船呢 走投无路还要摇起英国的罗冠冲 还是要打肿脸冲盘子 还是要给英国爸爸披上民主捍卫者的假道具 声称是通过自己亲身办理政治庇护感受艰难 然后更能够向英国政府 就如何便利香港手足提供意见 并再次透过我的个案来引起英国政界上下 对香港流亡者的关注 我只能送罗冠冲一句 你还是好之为之吧 顺便问一句 尚于迎合英美爸爸主义 送到耶鲁大学深造培养的罗冠冲 在英国尚且遭遇如此境遇 那些受蛊惑准备接受英国人BNO生意 给江河律下的英国人送钱送支援的约友们 你们还要自作自受式的去英国遭罪吗 当然感度就是感度 任何的卖场都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要骗钱 贴文的最后 罗冠冲还是老套路 通过粘贴链接 要求守族们进行众仇 之前拐走香港种植约友的生活费 这么快就花完了吗 还是你黑了心 要继续地扩大战果 讲够自己的买命值钱 颇具讽刺意味的事 就在罗冠冲 在英国迫不得已 要求遭遇病疫新冠病毒的英国 提供病库 继续捕获守族 捐钱 捐钱图进行抗争的同时 香港还真的有无脑约友 一边同情一边顺钱 顺带投去羡慕的目光 这些人 选择性无视英国糟糕的抗议表现 一边叮嘱 以逃亡英国的手足 注意防范 一边羡慕着身处英国 呼吸着民主自由空气的手足 并感叹 那也比在香港强 这样的约友 也真是病得不轻 无药可救了 你们也不看看逃离香港的感度 有几个在国外卢役的 你们还想摇起国外干涉 我告诉你们 每一门 中国政府不吃这一套 换下国外的政治庇护 还是神神吧 黄之芬怎么样 被英美遗弃不是照样露牢 你们这些小鱼小瞎又算什么 再给你们看看眼下的例子吧 感度分子 曾志健 应担心暴动罪和袭警罪的制裁 到美驻港领事馆寻求庇护 结果被人家拒绝还被赶了出来 对于包庇乱港分子者 中国政府早已经有言在先了 任何违法犯罪行为 也必然受到法律的撑处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 组织和个人 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 干涉香港事法 出于政治目的 包庇违法犯罪分子 不管反中乱港分子 如何的祈求外部的庇护 他们的结局 只有一个 就是彻底失败 活该逃亡感毒 遭遇新冠病毒 还是认清刑事 保命要紧 习心革面 忏悔余生 也是选择 香港监狱的大门 一直是向你们敞开的 我们可以加入 这种语言 保命要紧